您好 歡迎加入二月二十一號的 華視五天新聞 我是林柏堅 一開始帶您關心新冠疫情 臺南市某大樓貼出了公告 說有確診者曾經進出大樓上課 那麼根據公告上的描述 確診者是一名菲律賓籍的人士 他在二月三號來臺灣工作 持有陰性報告 十八號檢疫期滿之後 自備採檢確診 那麼的狀況在指揮中心 在二十號就公佈 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病例 也就是按九四三一樣 不過衛生局表示 大樓已經完成了 這個環境的消毒 同時衛生單位也做好了疫調 狂烈居家隔離者 民眾不用顧路擔心 而我們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也將會在今天下午兩點召開記者會 說明案情 群組上貼出公告 提醒大家二月三號來臺工作的一名 飛機人士檢疫期滿後確診 而他在十九號上午到臺南某大樓上課 去過二十樓辦公室及廁所 全程佩戴口罩 這些描述都跟指揮中心 二十號公佈的案九四三狀況一樣 以及二十多歲的男性 那今年二月三日來臺工作 那二月十八號檢疫期滿 那公司的要求同日至醫院自費採檢 今日確診 跟他在同一天裡面 他的接觸人比較多 總共接觸二十六人 時機來到這間大樓 門口張貼告示 要民眾配合戴好口罩消毒 涼額溫才能進入 這一兩天 有沒有在大樓外做消毒的動作 你們認到了 昨天有 不過告示一出民眾難免緊張 所有的疫情調查 環境傾銷 疫調環境傾銷 接觸過確診者的人 該匡列的都匡列 衛生局也說起大家不用過度擔心 華視新聞消息 劉翰生 秋顯雄 台南報導